如果有一个按钮按下就能获得100万美元 但同时世界上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会因此而死去 你会按吗 圣诞节的凌晨 美国基利亚州的一户人家被门铃叫醒 女主打开门一看 在门口放着一个包裹 放包裹的人已经离开 他们打开包装是一个盒子 还附带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下午会有人拜访 他们以为朋友送的礼物就没有太在意 他们像网上一样 上学的上学 上班的上班 女主在一所中学当老师 下课后 校长莫名其妙地告诉她 教职工孩子的学费折扣被取消 男主在宇航局工作 各项考核高分的她 居然没有通过宇航员考核 面临失业的可能 这让本舅穷的叮当响的他们 进一步捉襟见肘 正在发愁的女主 听到有人按门铃 她打开门一看 声明穿着西装 缺了半变脸的中年男人 有点吓人 虽然女主有点害怕 但她还是礼貌地请她进了门 中年男人说明来意 她告诉女主 只要按下盒子上的按钮 她就能得到100万美元 同时 会有一个女主和男主 不认识的人死去 女主和男主只有24小时考虑 时间一到 中年男人将取回盒子 晚上 女主将盒子的事告诉男主 男主猜错 中年男人可能杀了人 想找人顶罪 他检查了一些盒子 发现盒子很简单 女主和男主在犹豫 要不要按下按钮 他们将盒子放到一边 想不去理会 但女主已经心神不宁 毕竟100万 他们可能永远赚不到那么些钱 女主还是按下了那个按钮 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在同时 警察接到报案 有一名女性被杀 当警察赶到时 女人已经死亡 警察从卫生间找到女人的女儿 小女孩浑身湿透 在角落瑟瑟发抖 中年男人如约送来100万 他拿走盒子离开 但男主感到心有不安 他反悔了 拿着钱追上中年男人 想把钱还给对方 但中年男人说 交易不能反悔 说着便乘车离开了 男主则记下了车牌号 经过一番调查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中年男人是几十年前的宇航员 但他的年龄没什么改变 不止这样 当年中年男人被闪电击中 不久便死去 人们把他的尸体送到太平间 工作人员却听到他在放声大笑 他竟奇迹般的复活了 而中年男人的半边脸 就是因为被闪电击中造成的 闪电却是外星人所为 他们通过闪电 让中年男人拥有超能力 让中年男人考验人类 进而测试人性 只有拒绝按下按钮 才能通过考验 男主继续调查中年男人 他刚在图书馆找到一点线索 便被人盯上 几个男人尾随男主 男主到处找出口 他不但没找到出口 还发现图书馆的所有人 都在盯着他看 他来到阅览室 面前有三道水柱 工作人员告诉男主 只有一道能平安通过 有两道是惩罚水柱 他让男主做出选择 男主刚选择第二道水柱 他便被吸了进去 另一边 中年男人在控制中心 密切看着这一切 原来都是他在背后操纵 男主再次醒来 他和水柱来到床的上方 而女主则躺在床上 女主用手轻轻一碰水柱 男主和水柱一同掉落下来 他们俩充满疑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中年男人找来 最后做角色的时候到了 他告诉女主和男主 他们的儿子被锁在卫生间 已失去听觉和视觉 女主和男主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他们继续拥有那一百万 女主继续活下去 他们的儿子则永远不能 恢复听觉和视觉 第二种 男主杀掉女主 他们的儿子恢复听觉和视觉 那一百万仍属于他们 面对这种艰难的抉择 女主和男主异常痛苦 但为了不让儿子 一辈子生活在安静和黑暗当中 女主决定做出牺牲 男主虽然不忍心 但还是向女主开了枪 同时 在另一户人家 一名女人按下了按钮 他们做出了和女主男主一样的选择 接到报警的警察赶来 他们在卫生间 找到恢复正常的 女主和男主的儿子 男主则被警察带走 中年男人敲开那户人家的房门 重复着之前的动作 他抱着和子乘车离开 考验还在继续 直到有人拒绝按下按钮 当然 就算拒绝按下按钮 外星人可能还有另外的考验 好了 我是MeTime 喜欢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